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宿罪并罚 判处被告人文强死刑 获得政治权利中心的刑事裁定 依法盗取最高人民法院赦尊 打手们将谢英宽团团围住 一把夺过他的手机 狠狠摔在地上 一脚踩得粉碎 说他妈的谢姐不认识还冒充 问他究竟是干啥子的 想给谁告命 谢英宽是奉命来赌场侦查 见已经暴露 只得公开身份 高声喊自己是警察 问他们想干什么 话音刚落 拳头和棍棒劈头盖脸的向他头上砸去 却水顺着谢英宽的脸颊流淌下来 一瞬间 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谢英宽 下意识地蹲在地上 双手紧紧护住头部 高喊他是警察 他在这里执行任务 喊他们不要乱来 歹徒毫不理会谢英宽的警告 继续棍棒相家 狂妄地叫嚣老子今天打低就是警察 不一会 见谢英宽昏了过去 歹徒将他装进麻袋 拖上了一辆长安小货车 迅速驶出福泽生态员 在车上 几个人开始搜查谢英宽的跨包 找出了一盒印尼 一打笔录纸 并从他身上搜出了警官证 这些可能是警察办案用的东西啊 几个人还是有点心虚 倘若这个警察真有个三长两短 麻烦就大了 他们电话问谢姐 刚才那个人 真是警察 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的谢姐 不慌不忙地发出指令 说警察算什么 把他丢在荒地里喂狗 一个小时后 小货车来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南川区 在城区一处偏僻的荒野停下 几人打开车门 七手八脚将蒙着头的谢英宽扔下车 并朝其身子提了一脚 最后几人上车扬长而去 警察被打事件 让王立军异常震怒 他下令立即行动 几天后 犯罪嫌疑人刘景勇被抓获 之后 南岸区人民法院 以赌博罪判处刘景勇有期徒刑一年 而主犯谢姐却未能归案 王立军知道 这个谢姐大有来头 王立军指示 成立八点一四专案组 把谢财平列为网上逃犯 继续缉拿归案 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 谢财平从观音洞赌场遭遇中吸取教训 别出心裁地挽起了一花接木 金蝉脱俏的把戏 他四处找人冒名顶替自己 充当所开赌场名义上的老板 谢财平找到的第一个人叫黄某 听谢财平开出的丰厚待遇后 头点的跟鸡灼米似的 可仅仅过了两天 一次意外就让谢财平决定辞掉黄某 这天 一辆警车突然鸣着警笛从赌场外经过 不知是谁喊了声警察来了 只见黄某丢下手中的火 跑得比兔子都快 谢财平当然不能容忍 黄某这样胆小如鼠的家伙来当老板 经过重新选择 人高马大的李鸿宁进入了他的视线 李鸿宁 四川最宁人 混迹社会多年 但没混出什么名堂 谢财平找到他 取每天五百元基本工资 外加三百元奖励的优惠待遇 请他充当狱警茶楼赌场的老板 每天在赌场坐镇 谢财平拍着高耸的胸脯 说如果他被公安局抓进去了 自己会尽快把他弄出来 如果他坐牢了 自己也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跟着自己 叫李鸿宁就放心好了 一个原本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小混混 能遇上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李鸿宁心花怒放 满口答应 李鸿宁穿上新买的衬衣和西服 俨然一个茶楼老板 他背着手在茶楼指手画脚 当然他做的只不过都是端茶倒水的杂事 赌场里的其他事自然无权过问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 他没有过多久 刚当了三个月的替身老板 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2008年7月30日 警方查处玉井茶楼赌场时 对谢财平深信不疑的李鸿宁 主动站出来顶包 拍着胸膛说自己就是老板 有什么事找他说话 最终 李鸿宁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真正的幕后老板谢财平 张某等人却逍遥法外 李鸿宁在监狱里苦苦等待 神通广大的谢姐来捞他时 谢财平等人却忙着张了开新赌场的事 早已将他遗忘在九霄云外 李鸿宁气得垂胸顿足 为了聚集赌场的人气 套劳经常参赌的赌徒 谢财平又想除歪招 他先后与刘景勇 唐某等人 用抽头的钱购买毒品马骨 免费提供给赌客稀释 一时间 谢姐的场子可以打牌 还能嗨药 成了他招来赌客的一大卖点 赌场每天生意红火日进斗金 除了有文强这把大伞外 为了保证赌场绝对安全 不出一丝意外 谢财平还竭力用金钱开刀 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庇护 正因为有众多保护伞的庇护 谢财平黑社会兴致团伙 开设的赌场才能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在众多赌场或关门停业 或规模缩小的情况下 他却能一支独秀 密室飘红 成为重庆赫赫有名的赌王 谢财平在赌场上呼风唤雨 日进斗金 过着纸碎金迷的奢密生活 他住着高档别墅 坐着奔驰跑车 他对肉欲的追求和占有欲 更随着金钱的日渐增多 欲发强烈和旺盛 此时 他的丈夫因为吸毒量的增加 对夫妻生活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此 正处在如狼似虎年岁的谢财平颇有微词 谢财平私下的抱怨 得到了铁姐们的同情 他们纷纷为其支招 劝他找个帅哥在身边 2007年春天 谢财平在一家海鲜酒楼吃饭时 终于碰上了他心目中的帅哥26岁的罗玄 罗玄身高1米82 精明强悍 一身紧绷绷的剑子肉 让谢财平顿生无限狭想 加之罗玄酒量好 最又甜 又会体贴照顾人 谢财平与罗玄一拍即合 很快就眉目传情起来 一顿饭的功夫 罗玄的一张甜嘴 将谢财平哄得前仰后合 笑声不断 谢财平也拿出大姐大的作派 热情邀请到他这里来 给他开车 作姐的保证不会亏待他 罗玄见谢财平有钱有势 巴不得攀上高枝 于是 两个年龄相差20岁的男女一拍即合 从此 罗玄以贴身跟班的身份 每天亲热的叫着胖姐 与谢财平在不同的场合出双入队 尤其是赌场上 这对老少配更是腻在一起 两人经常坐在一张椅子上 罗玄殷勤的为胖姐捏腰垂背 倒茶位时 在胖姐打牌时 还得一心二用的帮他盯牌出牌 罗玄这个小情人床上床下的忙活 谢财平自然不会亏待他 除了每月的高工资以外 外出吃饭和玩耍的钱 都有谢财平承担 有时花销大 谢财平便将自己的信用卡交给罗玄 并告诉他密码让其去结账 为了让小情人高兴 他还大方地给了罗玄十六万元 让他与人合伙 在沙平坝不行街开了一家法郎 罗玄购车时 他还为他付了八万元的首付款 为了保住谢财平这棵摇钱树 在他被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并企图摆平喂果后 罗玄便四处为其租房子 一方面作为谢财平躲藏之地 另一方面则当作二人缠绵匪测的爱巢 谢财平不落网 无异于全盘结束 民警加大了审查力度 寻找突破口 落网人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谢财平可能住在 于北区龙湖小区附近的一处出租房里 但龙湖片区住宅众多 经过摸牌走访 民警们没有发现 谢财平购买或租用的房屋 抓捕工作似乎陷入僵局 宁可跑断腿也不路过一条线索 专案民警再次对谢财平的情况进行梳理 谢财平的蒙迪欧轿车仍在开 终于 一条重要线索进入专案组视线 经查 蒙迪欧有谢财平的贴身司机螺旋在开 有线索表明 螺旋时常出入龙湖附近一小区的车库 但一般只进去一两分钟就立刻驶离 谢财平很有可能就躲在该小区里 2009年7月11日 专案民警分析后 立即前往小区蹲点守候 两天过去了 7月13日晚 那辆让民警们望眼欲穿的蒙迪欧 终于返回车库 五位民警尾随而上 派开车窗 亮出警官正 车上只有一人 坐在驾驶室的正式谢财平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 胆大妄为的女赌王垂下道 默默不语 获悉谢财平落网的消息 王立军大喜 在一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的会议上 王立军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 建起一场崩暴 他希望能在大黑中听到枪声 可是枪声至今没响 这个枪声不是真正的枪声 而是文强这只大老虎 王立军要实锤文强 谢财平一落网 文强终于急了 他已经有了一些不祥的预感 然而 更让他担心的还没到来 就在谢财平被抓获的第二天 2009年7月14日 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黎强 被警方拘留 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黎强 头顶的红帽子 有一大堆重庆市人大代表 八南区政协常委 区工商联会长 至道路运输商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等等 黎强掌控着重庆主城区建20条客运线路 满身荣誉风光无限 实际上 他就是主使多起杂车 抖欧事件的车吧 重庆主城区多次交通大瘫痪的货手 多起上访事件的幕后黑手 他还俯视拉拢了运管 信访 税务等 多个部门的官员 早年的黎强并不起眼 曾经在食堂煮过饭 在工厂当过电工 1996年 黎强看中了班车客运市场 于是与别人合伙成立于强公司跑运输 由于重庆地势山高坡斗 公交和班车客运 是重庆市主要的交通工具 黎强正是看中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 才开始搞运输 短短几年 他就成了重庆市声名显赫的富豪 但是 和许多其他富豪不同的是 黎强攫取财富的手段 靠的不是商业智慧 而是赤裸裸的暴力 2007年8月 黎强要求11个从事客运的个体户 必须把车辆和一切营运牌照 交给于强公司 在2003年前后 这11人 每个人都花了数十万元 购买了客运车辆和营运牌照 现在他们不得不把车辆和牌照送给黎强 因为如果不顺从 就会有人来打 往死里打 黎强叫嚣打死了就打死了 20万就把事情解决 或者等待他们的事 有关部门把执照注销 这样车不能开 也无法年减就只能报废注销 这样一来 车子被没收 而且一分钱的补偿都得不到 个体车主们便只好和离强 签订不平等的转让协议 在签转让合同的时候 除了车主外 还有另外一批人拥入现场 这些人有的是平头 有的是光头 有的还纹身 粗粗的黄金手链 项链霸道的晃荡在他们强壮的机体上 他们从一辆客车上摇摆下来 站的站 坐的坐 眼睛毒蛇性子一样 在个体车主的脸上舔来舔去 吓得车主们都不敢说一句有意见的话 就在这样令人恐惧的气氛中 离强公司不断发展壮大 离强不仅善于使用暴力 对欺骗手段同样在行 有38位客运各体户 被离强骗走了客运车辆和营运牌照 而他们连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得到 2006年 重庆出于增强公交公司 承担风险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考虑 对公交公司规模设建 要求至少50辆车才能经营 这38位客运各体户 在离强的欺骗下挂靠到于增公司 一开始 离强这样向38人承诺 车子他们做就是了 只要他还在这个公司 到时候换车也好 有什么事也好 不要找他们办事人员 直接找他 所有的费用都不收他们的 这些客运各体户 每个月都向离强交纳一定的管理费 不久 于增公司主动提出 要给他们更换新车 新车的价钱要比市场价便宜很多 但前提是 要把原来的旧车签一个报费合同 这样才可以更换新车 车主签那个报费合同的时候 还是有些疑问 就去问离强的老婆武树琴 武树琴叫他们放心 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他们不签这个字 不签报费合同 就换不到车 车子不给他们开 还给谁开 就这样 这些车主全都把自己的车 连同一切营运权利 交给了于增公司 可是接下来的遭遇 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于增公司强硬的宣布 那个车子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车子收回来就收回来了 车主们感到被欺骗了 都很着急 38名车主来到了于增公司寻求说吧 他们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 要求和公司协商解决问题 突然 他们看到院子里驶入两辆车 下来的一帮人把他们吓坏了 来人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 清一色的光头 拎着钢管木棍进门就打 一时间血肉横飞 有的人脑袋被打破 鲜血直流 有的人浑身轻子 哭爹喊妈 也就是几分钟光景 这帮人打完就撤 撤离的时候 一个领头的歹徒说 谁敢再来找于增公司 就打死谁 就想要于增公司一分钱 由于这些车主们 当时买车几乎全都是借款 在经历了这次劫难之后 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车主简少杰 因为失去了全家生活的来源 曾经投河自杀 现在靠编织竹框维持生活 朱文玉的女儿 本来已经考上了大学 但是因为没有学费 而不得不选择了放弃 靠着这样的方式 黎强迅速兼并了许多的客运个体户 成了重庆市名副其实的客运大王 事业迈上新台阶后的黎强 开始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他新的竞争对手 这些对手中既有其他民营客运公司 也有国营公交公司 八南区许多公交司机 都曾遭遇过黎强马仔的围堵拦截 给轮胎放弃 砸挡风玻璃 威胁驾驶员 不过 黎强这么靠打砸抢一路走过来 真正在背后给他撑腰的 并不仅仅是那些光头打瘦 重庆市沙平坝区运管所原所长肖庆龙 重庆市八南区公路运管所 原副所长蒋红 重庆市信访办来访二处 原处长江春燕 这些都是黎强的强力支持者 运管所的主要职责 是负责当地的交通运输 而这两个地区 恰恰是黎强公司主要的经营范围 两名所长后来都承认 收受了黎强的贿赂 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不过是跑跑腿的 根本没有权利审批运营线路和运营指标 那么究竟是谁赋予了黎强这么大的权力 不但能非法占有他人的车辆 同时可以一次次顺利的增加自己的运力 蒋红先后帮助于强公司 把38辆非法营运的车辆转为合法营运 于强公司获取非法利益 共计人民币248万余元 肖庆龙放任于强公司非法经营 于强公司获取了249万余元的非法利益 而为了感谢肖庆龙的帮忙 黎强曾先后两次向肖庆龙行贿48万元 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专门负责权势的道路运输 那么他们对于黎强以及手下的所作所为 是否知情的 每次出事以后 运管部门也好 交委也好 包括信访部门 工作人员都到现场疏通 公安也去 交警也去 他们只知道是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 那真的只是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吗 为什么争到最后 沾光的总是黎强 2005年 在巴南区客运领域掌握半壁江山的黎强 看中了沙平坝区西部重庆大学城 这是他可以复制巴南模式的一块版图 此时的大学城还只是荒地和工地 在当时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 黎强已经将于强公司的车辆 迁禁占却了这个区域 政府为大学城布局公交的时候 虞强公司当仁不让的 成为了这个市场的丰耕者 大学成了客运市场 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之后 成立了一家名为雪海的公司 这家公司 虞强下属的强劲公司 占49%的股份 黎强在2006年8月9日的最终谈判前 多次找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约他到茶楼喝茶 黎强喝了一口茶 大声道他给10%的干股 但大学城公交的控股权要给他 这10%的干股 折算为资本金是200万元 后来这位负责人才知道 黎强有一个让人惊恶的招数 他是随身带着录音设备的 谈到关键的地方 比如要给多少的好处 他一定会抬高声调 如果贪心的人一旦接受了他的条件 甚至说可以考虑 就会成为未来他要挟人就犯的重要证据 黎强靠着偷露这一招 摆平了不少生意上的对手和官员 有的人就乖乖的与他合作 或者乖乖的成为他的保护伞 黎强被捕后不久 2008年轰动全国的重庆出租车霸约事件 真相才浮出水面 当时重庆有关部门调查结果认为 霸运事件的导火索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2008年以来 重庆市32家出租车公司 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 首分子前50元至70元 二是出租车驾驶员认为 出租车起步价较低 三是出租车加气难 等待时过长 四是黑车飞把营运 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事实上 这起事件背后的真正组织者正是黎强 为了向政府索要更多的政策 谋取自己更大的利益 黎强不惜向政府叫板 策划了这一事件 2008年11月2日 黎强安排妹夫何勇 召集公司旗下四个出租车分公司开会 传达11月3日 全市出租车将会发生集体停运 并有人在停运当日 对营运的出租车进行打杂的消息 要求分公司经理 在当晚召集所有车主开会传达 该消息随即通过分公司经理迅速传达到所有车主 媒体在2008年报道时曾指出 在出租车罢运前的一星期 11月3日要罢运的消息 就已通过传单网络车载电台等形式 在各个出租车公司的承包车主和司机之间迅速传开 2008年11月3日凌晨至4日中午 重庆主城区8000余辆出租车多数停运 当时有一百多辆试图营运的出租车被砸坏 各大出租车公司都在尽力搜集自己公司车辆被砸坏的证据 李强却没有这么做 相反 他竭力将参与砸车的于强公司一名员工 保了出来高调的支持砸车行为 两天之后 6日上午10点 重庆市政府召开座谈会 BXL亲自出席 与司机对话 对他们的诉求做出正面回应 BXL诚恳地说 就是有一百个道理 一千个道理 出租车司机这么大一个群体 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问题 他们也要首先来想政府工作有什么毛病 针对司机们反映的加气难 停车站点少 厕所少及黑车多 罚款多 收费多的问题 政府部门会认认真真加以解决 政府首先要检讨他们的工作 要反攻自问 研究他们自己哪做的不足 哪做的不好 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的不及时 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件事认真总结 改进工作 让司机们感到欣慰的是 BXL的亲自对话 意味着政府对问题的重视 和解决问题的诚意 众多证据表明 李强涉嫌策划2008年 重庆11.3出租车霸域事件 而李强的小舅子武树丰 妹夫何永宏 则是该事件的主要领导者 李强的江湖兄弟来友刚和李德明 曾参与以砸车方式 阻止车主上街运营 出租车分公司经理刘朝富等人 也组织人员打砸营运车辆 李强的家乡是重庆沙平坝区 陈家乔镇丰文山村 共有一个姐姐 三个弟弟 两个妹妹 大约1972年 李强的父亲李清和 因患肥胖病去医院动手术 割脂肪 前后动了三次 后因伤口久不愈合 产生并发症去世 十年44岁 最小的妹妹还是一父子 房间传言 李强最喜欢红色和黑色 李强平日多穿黑色西服或黑色夹克 乘坐的则是红色轿车 他领头的于强公司大门处 飞机铁门和铁栅栏内 通知告示标语上 大都是写的红字 李强的父亲死后 初中还未毕业的李强 秉执进了西南政法学院食堂 前后干了一零年 主要是负责看管抽水泵 后来与重庆茅条厂 工人武树勤结婚 那家厂当年效益好 而武副是当地公社书记 凭路字帮李强调入了茅条厂 进厂后 李强到合资分厂当车辆安全员 与交通管理部门搞得很熟 李强从不抽烟 但他身上却从不断好烟 但凡遇见熟人 总是掏出烟来撒一圈 也有人说李强后来当上了大老板 碰见打过交道的居民 仍会热情的打招呼 村会计黄金拳 念中学时与李强同班 他说李强原来叫李德林 脑科蛮好用 擅长交际 一名教师气愤的对说 李强顶着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红帽子 养着一匹打兽赚黑钱 红顶黑老大李强 落网的第二天 2009年7月15日 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阵位 第一书记 全面接管重庆警戒 2009年7月31日 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会议是 坐无虚席 空调在嗡嗡的响着 一个主题为 打黑除恶宝平安 景喜协力促发展 的座谈会 在此召开 出席会议的都是重庆企业界 金融界的大佬 王立军向迂会企业家通报 重庆打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的形势和成果 王立军说 在这一轮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发现以下三种情况 一些企业家被黑恶势力长期扫扰敲诈 有的数额也高达议员 黑恶势力还采取非法手段 栽赃无险 企图敲诈勒索一些重庆著名企业 及个别企业家 已直接参加了黑恶势力 立班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说王局长通报的情况 文之精心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也难以接受 重庆打黑除恶斗争中面临的严峻现实 打黑大快人心 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企业搞经营才有希望 这一场战斗不仅行动坚决果断 而且讲政策 对企业很爱护 他重点提议警方要打击赌球 他说自己有二十多亿资产 一生一分钱也没有赌过 但他是赌球的受害者 在足球上已花了三亿多元的资金 但为什么重庆足球 中国足球老是上不去 他认为主要是有法不一 执法不严 违法不咎 中国足球的黑幕很多 球市的建设是精神为名建设的一部分 打击假球也是对社会信任的重建 希望公安机关能管管足球 不知道是否是巧合 几个月后 中国足球界的打假风暴强劲挂起 尹明善说干警很辛苦 他们愿意捐献一笔钱 在座的企业捐个千万元是没有问题 王立军连忙说 谢谢大家的好意 但是他们不能接受 一家制造企业负责人诉苦 说他们公司有三千多人 年销售规模超过二十亿元 但他们的发展不是市场的问题 而是遭到黑社会的胁迫 被敲诈欠下大笔债务 王立军点着头 右手在空中挥动 黑社会团伙在国外的账户已被封存 敲诈他们的钱将退还 另外他们欠的一亿多元 也将一笔勾销 在他们企业的案件中 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 公信力和人性化 对他们企业的搜查 本来是凌晨去的 但他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间 他还专门打电话问了 有没有老人和孩子 他告诉同事一个案例 警察要学会和谐 调查问题能不去警局的就不去 或者在对方指定的办公室谈话都可以 这一轮打黑除了专项斗争 绝不是胡子没貌一把扎 公安机关不会几乎有余 沉思不足 而是重点打击八大类刑事案件 对于前期接受调查的企业 被封账户要及时启用 对于涉案逮捕的企业老板 已和当地政府协调实施平稳过渡 王立军指出了重庆社会治安的两点事实 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 跨度大 背景深 人数多 质量高 影响恶劣 重庆警方历史欠账多 有六十多万起机案未侦破 最后 王立军郑重承诺 将从警方内部挖出黑势力的保护伞 还安宁给人民 这么多涉黑事件 矛头都指向了文强 尽快控制文强 是重庆打黑的关键 两千年下半年 文强升为正厅级侦察员 此后一零年文强再无升迁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文强的左膀右臂和亲信不断的惹是生非 而且这些事情已经和文强扯上了关系 文强自己也很清楚 只不过文强不清楚这事情 有没有传到重庆甚至四川省以外的地方 所有文强在很多事涉黑问题上 都是纵容和包庇 甚至逍遥法外 直到事情越来越大 文强也知道为时已晚了 2009年8月6日 文强正在参加全国司法厅长座谈会 一群便衣警察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文强推了推眼镜 轻声的问他们是哪里的 他脸部的肌肉在不由自主的颤抖 当来人掏出警官证 并宣读重庆市公安局的拘捕令时 他知道自己的自由没有了 文强最初对专案组审讯人员说 自己想吃的时候就要让他吃 想睡的时候就要让他睡 别想用那些手段对付他 那些东西还是老子发明的 并且还扬言不盼他死刑就罢了 要是盼了他死刑 没那么便宜 他什么都要说出来 大家就等着一起死 2009年8月7日上午 重庆江北机场 从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 C1419航班飞行员目睹了一次特殊任务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 在一群便衣警察的簇拥下被带上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 王立军站在防暴车前 双手习惯性的交叉放在胸口 旁边是一个正在拍照的警务人员 这一次 王立军没有和文强握手 被双规后 文强知道 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 最初便装出很坦白的样子 在审讯时天天讲自己喜欢女人 和玩女人的大量故事 他还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 玩女明星的过程 他说但凡有女明星 女歌星到重庆走学演出 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他们 包括用钱买 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他们等 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文强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兴趣 他经常让人物色人选 然后带到酒店开房 给这些女孩子一出手就是十万元 多年来与多名小女孩油然 其中也涉嫌强行买春的行为 那些都是有黑帮的头目 为拍马屁主动给他找来的 黑帮也留了一手 他们怕文强将来不认账 偷偷将其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予以录像 后来这些录像都到了专案组手上 专案组将这些嫖娼录像 拿给琪琪周小雅看 女人最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外蔫花惹草 她大哭不止 骂文强是个畜生 最后周小雅讲出了丈夫的一些问题 还将办案人员 带回自己在八南区南泉风景区 小泉别墅的楼顶 放干楼顶鱼池内的水 挖出了两千万赃款 那些钱一扎扎堆的整整齐齐 都用油纸包得紧紧实实的 一点都没有进水 重庆素有火炉之称 为避暑 别墅的业主们喜欢在自家楼顶之一鱼池 没想到这里成了文强藏赃款的地方 文强既然敢做一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而这些黑恶分子 不少都是亿万富豪 文强的收益自然不会低 单仙女山镇的两庄别墅 就占地二十余亩 必是人白送的 房子是开发商帮忙建的 价值三千余万元 目前专案组查实的文强房产 共有八处 其中四处是别墅 家中被搜出的现金多达三千八百万元 专案组将缴获的实物 在大黑城国展上进行了展示 五件文物古董 包括佛头 象牙雕刻 两个清代瓷瓶 张大千的真计画王 山云泉 都是文强的受惠品 这些古董 文物价值高昂 有些属于国宝 目前尚未对他们进行估价 此外成捆的百元钞票 堆成了一个八层小山 一旁的介绍牌上写着 网上盛传挖鱼塘的食物 犯罪嫌疑人文强藏匿的巨额赃款 而文强一直不承认射黑 并充当黑势力的保护伞 还阵阵有词地说和黑社会打交道 是为了掌握他们 他要深入黑社会 才能扫黑 要是和黑社会打交道 就是当保护伞 那他敢说全国的公安局长 都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到了九月初 直到文强得到确切的消息 他在美国做生意的儿子 已经回到重庆 他的心理防御才彻底瓦解了 他痛哭着悔过 说对不起党 对不起组织 就变得很配合专案组人员审讯了 文强最疯狂的时候 就是两千年左右 那个时候文强四十五岁出头 可以说这个阶段文强 主要任务就是收钱平视 玩弄女人 文强玩弄女人 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甚至文强一度对自己的性功能产生怀疑 为什么不行呢 难道他文强的下半身 就不能威武霸气 只是文强玩的太多了 导致自己的性功能有所减退 可是文强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伟哥这种药 所以文强很快就买了伟哥 为了尝试效果 亲自让手下的人给安排小姐 果不及然 效果杠杠的 为了不让对方怀孕 文强身上总是戴着避孕套 有一次文强喝醉酒回到家 很快就倒下睡着了 文强的妻子周小亚 就偷偷翻文强的皮包 结果周小亚第一个拿出来的 是一瓶伟哥 周小亚都傻了 这整天不回家 原来是在外面乱搞 紧接着周小亚第二个拿出来的 是一串避孕套 周小亚彻底无语了 可是没办法 只能默默的把伟哥和避孕套 又塞进了文强的皮包 说文强和女人的故事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下文强的几个主要人员 一个叫月宁 白宫夜总会老板 其实夜总会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只不过月宁的这个夜总会比较齐全 除了正常的唱歌 找小姐以外 还给大家提供毒品 以及吸毒的场所 时任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原副总队长陈涛 接到了举报 说白宫夜总会有人卖淫嫖娼 涉嫌聚重吸毒的情况 陈涛立即带人去查场子 果不及然 很多抓了个现行 月宁心想这是哪路神仙 竟然敢查他 月宁立马找文强 文强了解后 找到陈涛到白宫夜总会见面 陈涛一听文强的意思 心领神会 陈涛就赶紧把属于白宫的东西全部归还 并释放了所有的人 为了表示感谢 月宁赶紧送文强了 五千美金 可是文强就是没有离开 白宫夜总会的打算 还隐晦的对着月宁笑了一下 月宁立马懂了 给文强找来了一个公主 文强还是不走 又对着月宁笑了一下 月宁有点尴尬 又赶紧再找来一位公主 并且安排好了情绪房临走的时候 月宁问文强是否需要其他东西 文强拍了拍自己的皮包 说里面都有 文强和两位公主 去了月宁给安排好的情绪房 文强确实是个老鼠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是个急性子 不按套路出牌 先让公主给条脱衣舞 公主刚脱了一半 文强就直接扑上去 还是在对方的提醒下 文强才勉强的进入了浴室 先洗澡 洗澡也是不老实 非要公主陪着洗 手上还不能停 早还没洗完 文强已经完成了一次 两位公主以为就这么完事了 文强一口叫住 说没让他们走 自己还在这 自己还没走 他们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行他让他们老板开了他们 两位公主连忙道歉 谁知道文强玩的兴致大发 直到第二天才离开白宫夜总会 随后回到家 就发生了周小亚发现 伟哥和避孕套的事情 为文强提供美色服务 和钱财贿赂的重要人物 除了白宫夜总会老板岳宁外 陈明亮 雷德明 马当 渝中区大世界酒店和云问阁俱乐部 为了自己厂子的安全 贿赂给文强八十万 而且陈明亮是古董商人 在前文也提了 这个陈明亮 是文强最大的金主 动不动就给文强送钱 送女人 文强自然对陈明亮 非常的器重 有一次 文强来到了云问阁俱乐部 看到陈明亮后 文强开门见山的说 给他找几个小姑娘 不要岁数大的 陈明亮自然是心领神会 直接找了几个小姐 可是文强一看后就知道是小姐 非常的不满意 追问陈明亮 知不知道什么是小姑娘 懂不懂小姑娘是什么 这下 陈明亮直接就给找了一个未成年的来了 文强很满意的和小姑娘上了楼 进入房间后 文强毫不避讳 直接上手去拍小姑娘的屁股 又去摸小姑娘的乳房 很快就让文强按倒了 经过一番摩擦后 文强问小姑娘多大了 小姑娘说14岁 文强黑黑一笑的说14岁真好 自从这件事后 文强就告诉陈明亮 以后别找小姐了 14岁的真好 陈明亮点头哈腰的说没问题 王小军 是黑社会豪称国际商务会所 文强很重要的一个帮手 除了钱 自然是女人 而这个王小军能力不凡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强硬的手段 给文强找来有头有脸的女人 只要文强知道哪个名人来重庆演出 或者参加活动了 文强开口想睡他 王小军就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给搞到手 什么胁迫 什么恐吓都是毛毛语 网络赌博非法获利2000万 自2001年以来 王小军先后纠集刘建兴 甘牛 宋宇 与王杰 贾鸿伟 李家 孙宇等人 组建网络赌博组织 开设网络赌场 大肆进行网络赌博活动 2001年至2009年 该网络赌博组织 获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 人民币近2000万元 其中王小军实际获利人民币近600万元 2003年至2008年5月 王小军 旧纪贾鸿伟等人 在本市江北区开设了明星97赌博游戏厅 和啤酒机赌场 王小军 及其组织 通过开设上述赌博场所 供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人民币300万余元 组织卖淫非法收入5900万余元 为壮大其经济实力 2004年5月至2009年7月 王小军又先后纠集宋燕月 严剑等人 通过豪城国际商务会所 大肆组织数百名外淫女 多次进行外淫活动 获取非法收入达人民币5900万余元 同时王小军还纠集被告人 承强 刘勇 并通过上述二人 先后纠集多名刑满释放人员 为王小军集齐组织的组织卖淫 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 提供暴力支持 逐渐形成了以王小军为组织 领导者 严剑 城墙等人为骨干 翁光兰 屈伟等人 为一般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以王小军实际控制的豪城会所和网络赌博组织为依托 通过规定网络赌博组织和豪城会所各职位的职责和分工 使组织成员之间形成较为明确的层级制约关系 其组织结构严密 组织成员比较固定 并形成了组织成员认可的组织纪律和讲法规定 王小军及其组织成员 由组织的实施对其他娱乐场所投资 入股 扩大其势力范围 对王小军及其组织成员的娱乐场所的员工 采取暴力殴打 语言威胁等手段 来控制员工以维持场所的运作 指使其组织成员 通过故意伤害 殴打他人 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暴力方式 处理其员工的违规违纪行为 解决营销人员之间的纠纷 以及收取赌债 非把聚敛钱财 扩大该犯罪组织的影响 巩固该犯罪组织的地位 从2004年5月至2009年 王小军多次向文强 彭长健 陈涛 王代强和李寒斌等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共计人民币128.41万余元 并利用其包庇和纵容 在较长时间内 持续实施违法上述犯罪活动 该组织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治安稳定 和社会经济秩序 检查机关还指控 豪城公司在王小军的指使下 从2004年5月至2009年7月 逃避缴纳税款 共计人民币1061万余元 王小军组织领导其组织成员 为逃避依法查处隐匿会计凭证 会计账保 情节严重 网上盛传文强睡过的女明星名单 很全很具体 也说明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有的大家可以好好回忆一下 那几年 是不是有的明星突然没有消息了 或者说某个明星 在文强任职期间 却重新演出或者参加什么活动了 网上曝光了有12人 还有相应明星的详细信息 其实就在文强开会期间被抓的同时 重庆公安也同步进行 去了文强的家里查找证据 到了文强家后 文强的老婆周小亚正好在家 周小亚抱着狗自言自语的说话 其实周小亚看到警察进门的那一刻 已经知道文强肯定是出事了 但是周小亚压根不问文强的情况 而是自言自语的骂文强 不是个东西 常年不在家 文强去北京开会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他告诉周小亚 如果自己没有回来 肯定是出事了 让他找黄代强 说黄代强是他最新来的心腹 因为黄代强大里有文强的一笔巨款 黄代强帮忙藏了311万现金 警察在文强家搜查的时候 没打开一个抽屉 里面都会有一打钱 有的红包都没有打开 甚至上面都积了灰尘 警察打开后除了人民币还有外币 文强为了藏钱 可以说家里能塞的地方都塞了 保险柜就买了好几个 就这样钱还是放不下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周小亚弟弟周泽新 将六百万金银首饰和手表 藏在了一个亲戚家 11月8日 三辆警车十名警察去 于北区瓷竹箱 一个亲戚农家院的水池里 发现了两个旅行贷 周小亚的收钱账卧和放水账本 账本的发现 直接可以给文强和周小亚定罪了 2009年8月18日 重庆市公安局召开打黑除了警示教育会 全市公安局副处级以上干部全部到会 这次会议 有王立军主持 会场上武警全副武装 杀气腾腾 是公安局纪委书记一脸严肃 整个会场鸭却无声 两名武警直奔失魂落魄的文强 架起他就向门外走去 文强落马后 他更是胆战心惊 度日如年 跟着纪委的人走出市委办公厅会议事时 他的手虽然在颤抖 但心上的一块石头 总算落了地 当然 这块石头砸在了他自己的脚上 文强 彭长剑一倒 其心腹骨干 行警总队副总队长王代强 公交分局副局长赵立明 行警总队打黑支队支队长李寒斌等 也纷纷落网 2009年9月8日 重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陈鸿刚被双规 他涉嫌充当岳村等黑恶势力团伙的保护伞 陈鸿刚在被双规后 自感罪孽深重 自杀未遂 随后 在法院系统的黑恶势力保护伞 也被查处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法官进修学院院长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吴小青 因涉嫌收受贿赂 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逮捕 2009年9月25日 包括重庆高约副院长张涛在内的实名法官 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免职 法院系统的这一案件 由中纪委办理 张涛涉嫌包庇黑恶团伙 是陈明亮 月宁 龚刚摩等人的保护伞 监狱文强也是受到各种的保护 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强罪孽深重 文强自己也知道罪不可涉 警察都担心文强会自杀 所以对文强的个人安全防范 就更加谨慎了 连文强睡觉都要戴上手铐和脚镣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很多人对于重庆文强案子有所了解 但是仅限于文强个人的问题 对于文强案的整个来龙去脉 应该还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在这里 打算从文强的出身开始讲起 直到文强被枪毙 其中包含了很多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 所以大家需要一些耐心认真看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言归正传 文强年轻的时候 身着军装还蛮精神的 不过文强并没有当过兵 但是他又是凭什么本事 一步步进入机关的 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入政坛 以至于最后指手遮天 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 但是起码可以说一点 文强这个人确实有本事 而且会来世 山城重庆有多个俗称 十八堤的地名 然而位于沙平坝区 增加镇老街上的十八堤 不仅先有外人前往 也显为人知 这条三米来宽的街巷 布下十八级十堤 左手边的第一家 是一幢三开间的八层楼房 在有着二十多户人家的增加新界 绝对是鹤立鸡群 一位姓王的中年妇人告知 这是文明君的家 他的老三 叫文强 在重庆当大官 前些时被抓起来了 这是文强出事后 在重庆增加新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有媒体称文强兄弟三人 因为排行老二 所以被称为文二哥 其实不然 文强一家妻子未 文强并不是排行老二 而是排行老三 父母是综合商店的售货员 七个孩子几乎是隔两年生一个 老大1951年 老二1953年 文强1955年 一直到最小的1963年 家里有七个孩子 在那个年代 家庭条件自然不是很好 全村都知道文家的生活挺困难 更不会给孩子过生日 以至于文强都不知道自己的杨历生日是哪天 只知道是英历1995年12月17日 对于文家人来说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破戒和最重要的是文强的个头 文强小时候又胖又矮 可以说是个憨憨 经常被同龄人欺负 文强父母也是着急的不行 生怕这孩子会不会长不高 虽然身高是个问题 但是文强也有好的一面 就是文强学习成绩不错 还经常被当作典型来表扬 这就让文强有了一种当领头人的荣誉感 经常被欺负惯了 所以就会把自己优秀的一面 尽量放大 让别人知道他也很厉害 文强的哥哥弟弟 从小就看过放映的电影 当他们看到智取华山这部电影后 就立志要当解放军 平时放学或者放假 他们就会用菜子干当冲锋枪 边跑边喊 可是到了1968年 文革开始后 开始停课闹革命 几个兄弟再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读书了 到了冬天 当地开始征兵 这对于文家兄弟几个来说 那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可是兄弟几个人都陆陆续续当兵了 只剩下文强没有被征用 原因就是没有特长 身高太低 其实这个时候文强已经一米六十五了 但是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 这身高去了部队 可能做不了什么贡献 没有当成兵的文强 自然有点失落 加上文强平时不爱运动 1972年底 初中毕业的文强 就去了曾家回龙大队当知青 文强父亲文明军祖籍并非曾家镇 而是几十公里外的九龙坡区寒谷镇 二十岁那年 他便来到了曾家镇 不久认识了炼船方 从此在该镇扎下根 解放后 文强的父母一直在镇上一家综合商店工作 那时 两人的月工资都是十八元 在接放眼里 文明军一天最多能说上五句话 而炼船方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谈笑自如 也颇讲意气 几位上了年纪的邻居说 文家的孩子都有点接母亲的性格 其中文强身上尤其明显 文强是1971年7月 从曾家中学毕业 学习成绩中等天上 1972年1月 十六岁刚过的文强下放农村 说是插队落户 其实就是离家仅两公里远的回龙大队 由于有位小队的队长 与文强的妈妈是表亲 文强便享受了投亲靠友的政策优惠 虽然大队给他安排单独的住处 但他基本不住 每天像上加班一样早出晚归 有时为节省开支 连中午饭都回家吃 后来因为当了团支部书记 才在队里住下 几位上了年纪的农民介绍 文强插队期间很勤快 栽扬 歌谷 飘草头 手压棚都肯干 越是人多干得越上进 当时的文强比较随和 当时每次到大队铺开会的间隙 他总爱喊文强的外号 文瞎子 来下盘象棋 文强不但不挠 总是笑呵呵的跟他厮杀一番 文强与妻子周小亚 初始于回龙大队 两人同为下放之亲 文强在九队 周小亚在六队 周小亚是虎西电机厂的子弟 所以大家都在说 文强这个农村人攀上了工人家庭 以后就是城里人了 虎西电机厂 这一家有着近两千名职工的三线工厂 其所在的虎西镇临近 增加阵 所以从1974年起 该场的子弟中学毕业后 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 到1976年达到一百多人 造访时 五十多岁的村民万世年称 周小亚时的好女娃 也长得蛮秀气 自从文强当了团支部书记 就经常到六队来找周小亚 不是准备演讲稿就是拍节目 其实他是在打周小亚的主意 时任大队长的万大华称 文强当年还是不错的 吃得苦 也有组织能力 大队就让他当了团支书 而记者了解的情况是 大约是1976年上半年 附近军用机场的一架训练机失事 货将在一条小河沟旁 机上两人受伤 呼救后被一群人抬到了医院 当时组织人员施救的人是文强 文强的一位八小 当年下放到另一个大队 他也称第一个赶到现场 组织救援的人是文强 其理由是 文强事后在全公社的知青表彰大会上 曾就此做过典型发言 找到当年一位台过担架的村民询问时 他坚称在施救现场没见到文强 事后 文强被任命为大队团之书 同年底还入了党 当年全大队的一百多名知青中 只有文强和电机场一位姓李的子弟入了党 1977年底 社会上恢复了高考 文强由于是大队里的优秀青年 就被推荐到了四川省公安学校 没想到文强竟然考上了 从此在位到过回农村 可是这个时候 文强和周小亚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变成周小亚担心 担心文强走出去后再也不回来了 经常追到文强家 找到文强的母亲 说已经和文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言外之意就是 除了生米煮成熟饭以外 其他的都干了 文强母亲听完后 就给周小亚做保证 文强是不会变心的 1980年3月份 文强毕业后分配到八项公安局 周小亚返回城里 继续在湖西电机场当工人 本来文强是要留校的 但是周小亚坚决不同意 要求文强立马回来和他结婚 20世纪80年代初 文强与周小亚领证结婚 但是那个时候都困难 结婚并没有办理酒席 第二年就有了增加的儿子文家号 因为文强年轻 而且有警校的背景 很快文强的机遇就来了 文强在基层公安局得到了机会 1983年全国严打正式开始 文强已经是八项公安局的严打骨干力量了 这个时候 文强遇到了人生的大贵人张文斌 张文斌当时是八县县委书记 因为严打低原因 文强经常去给张文斌汇报工作 时间一长 张文斌就觉得文强这个人能力过硬 做事雷厉风行 表现得特别突出 当时的八县有一百多万人 人确实很多 正逢八县搞机构改革 县委要重新成立领导班子 张文斌就想到了文强 不久文强就一跃成为了八县县委常委 主要封管的是政法 可以说这一步已经改变了文强的命运 因为这可是正规公务员 享受的是国家待遇 文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 果不其然 1985年不到30岁的文强 晋升为八县县委副书记 不到两年的时间 文强可以说是师徒一帆风顺 虽然资料上没有详细说明文强的工作内容 但是可以看出 文强一定是一个回来士 会做事的好人 正是短时间的火速提拔 让文强对于权力和地位更加痴迷 因为一切来得太快 来得太容易了 文强自己都想不到30岁的他 已经是一个县的副书记了 1985年这一年 八县组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功臣 进行战绩报告 台下的听众就有将近3万人 报告里面正好有文强的地理文员 他参加过越战结识了4个战友 可惜在打猫尔冻的时候死了3个 复员后精神上有了问题 动不动就打人 后来经过确认为精神病 后半辈子就在医院度过了 此时文家的7个孩子 其中5个当兵 一个当县委副书记 老三文强成了文明天下的黑社会保护伞 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黑社会 老四文剑部队复员后 也进入了公安系统 老五在虎西基电厂工作 属于第一批下岗的工人 老六文宾当兵回来后找到谢才平 正是这个谢才平 给文家引来了毁灭性和摧毁性的打击 老大文万勤 在中国农科院干局研究所退休 老二文论 一直待在部队 文强自从当了县委副书记 回家的次数就少了 那个时候八县在搞小城市建设 文强负责现场敦守 那几年八县在重庆的地位十分突出 已经成为全国一百个产粮 产肉 财政收入的大县之一 集中产肉全国第一 一九九一年 由于长期在岗位上不回家 再加上周小亚对文强的父母照顾不周 周小亚和文强经常吵架 这个假闹的是鸡杯狗跳 兄弟姐妹轮着劝说 到了一九九二年 文强从八县 调任到重庆公安局当副局长 当时文强的贵人张文斌 已经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这一调任 标志着文强彻底的摆脱八县 来到了重庆 文强终于进入大城市 刚来重庆的文强心里很忐忑 因为从县城到大城市是不一样的 文强有点自卑 觉得自己是个乡霸老进城 一九九二年文强的儿子文家号上四年级 文强反复提醒儿子要谨慎 因为大城市的人太多了 容易接触到不好的东西 而也在这一年 文强的老婆周小亚 也被调任到重庆市天然气公司上班 这可是个很好的工作 文强老家也盛传过一句话 就是周小亚也去大城市当官了 紧接着文强的好运又来了 一九九七年除了香港回归 还有一个大事 就是重庆成为直辖市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 全国人大通过表决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 正式挂牌成为直辖市 一个重庆市管着半个省的地盘 也就是小马拉大车的局面 那个时候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林 试图从外地抽到三千名干部到重庆 但是最终没有完成目标任期就结束了 重庆下属的四十个区县的三千名干部 都顺利的获得了升迁 文强也顺利从一名局级干部 标升为直辖市的厅级干部 主管重庆主城区 和下辖四十个区县的公安工作 可以说文强的权力在重庆已经很大了 也许是刚刚晋升 也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努力付出 文强经常去一线指挥抓捕工作 文强指挥侦破了很多大案 多次被公安部计一等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文强又面临着晋升 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 常务副局长位置空缺 而文强又经常亲临一线破获大案 战功赫赫 论文强的能力和资历 以及在重庆市公安系统拥有最高学历 文强的竞争力显而易见 但是文强这次没有获得提拔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是文强的性格太过张扬 野心太大了 那两年传的最多的 就是文强和王平的关系 王平是刑警队比较得力的一个特情 1994年他们经过介绍认识了 走得很近 包括王平结婚文强也是亲临现场 后来王平涉黑 开始经营赌场放高利贷 1992年12月 重庆朝千隧道发生了枪战 涉案的人被称为二王 王于南和王平 他们两个各有一伙人 经常在市里为了生意打来打去 2000年重庆市公安局开始抓捕二王王 2001年公安部再次打黑的时候 王平成为雷级通缉犯 当时文强被公安系统找去谈话 问他和王平的关系 文强的解释是培养特情 经过王平的事情后 文强更加自信了 可是还没有到达自信的顶峰 直到2000年一件大事的发生 彻底让文强的自信心达到了顶峰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军案 张军这个案子 能让大家彻底的看到 文强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张军被制服后 文强打手机给领导汇报工作 文强说抓到了 领导就问在哪抓获的 文强说在他脚下 此后文强无数次在镜头面前 都会反复的说张军案 毕竟张军案影响很大 一说张军案 文强就说张军在他脚下这句话 张军案成全了文强 文强经常提醒家里人 记得今晚看新闻 里面有他 还主动给同事朋友送道指 宣传自己的英雄形象和光荣事迹 有人问文强为什么喜欢说在他脚下 文强的解释是 如果看过武侠小说就懂了 那是一种情怀 自从张军案后 文强似乎陷入了自我营销的独特语境中 他周围的人发现文强自我介绍的时候 已经省略了很多头衔 就直接说他是文强 2005年文强破获了长寿珠宝抢击案的时候 面对主犯李中 上来就说他是文强 没有他的命令不准见任何人 张军案后文强和儿子有一段对话 文家号问他老爸 每天上电视 得人民卫视是不是给好多钱 文强说他儿子懂什么 这是钱不能比的 2000年下半年文强升为政厅级侦察员 此后10年文强再无升迁 这让文强有了一点吓坡的味道 也就是这个时候 文家号经常会听到父亲不好的消息 文家号也自己上网 看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 2000年下半年开始 文强的地习腹泻财瓶就开始惹祸 文强的末日也就慢慢来了 了解完文强的晋升仕途和婚姻故事后 我们就开始说说文强翻车的前因后果 网上说文强案的导火索 是2008年重庆出租车霸运事件 以民营公交收编案 这也没说错 但是说得很不详细 而且非常不全面 其实到了出租车霸运和公交车收编这块的时候 文强案已经压不住了 已经超出了文强的控制范围 所以说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只讲这个是非常不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再往前推 使劲推 尽量还原文强案件的真实性 那么就要从白云湖枪击案说起 文强案之所以这么大 除了文强自己的问题以外 他的手下都不是省油的灯 可能因为文强的权力很大 导致他的手下木无王法 为所欲为 到处惹是生非 想打谁就打谁 想杀谁就杀谁 之前的很多案子累积在一起 导致了重庆打黑的爆发 而风云人物王立军的到来 则彻底拉开了重庆打黑的序幕 白云湖位于重庆的壁山县 白云湖的四周全部都是高山 树林和群山环绕 是个极为隐蔽的地方 在这里有一家度假山庄 叫白云湖度假村 其实度假村只是个名字 里面真实的内容是百家乐赌博 从地下室一直到三楼 全部都是最多能容纳上百人 这些人有的百家乐 有的扑克 有的赌球 输赢数目都很大 很多人由于输钱而无法自拔 家破人亡 而这个赌场的老板 就是文强的弟媳妇 老六文宾的媳妇谢财平 文强和老婆周小亚还有股份 谢财平可不是省油的灯 可以说他把文强害惨了 谢财平江湖人称谢姐 原是八南区一名税务人员 后来通过文强调到重庆是税务部门 因为有了文强这个关系 再加上谢财平本身就是大赌徒 在文强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 谢财平在重庆把赌场开成了连锁店 导致规模太大 就是因为太大的原因 让人给举报了 但是文强每天都在忙其他的事情 他也没有注意到 谢财平发展的如此之快 还是被人举报后 文强才意识到 谢财平这是做得太过分了 很容易引火烧身 因为谢财平是弟媳妇 这关系太明了 前面我们说了文强在2000年下半年 文强升为政厅级侦察员 就在这一年的2000年10月25日晚上11点 有人举报 白云湖度假村 有人聚众赌博 重庆市公安局 城管治安支队的100多位民警 全部穿便装 在三大队教导员李刚 和副队长陈俊宏带队 王宋伦和梅俊负责查抄赌场的金库 他们扮演赌徒和游客 分批进入了白云湖度假村 因为在白云湖的四周全部都是监控 和谢财平安排的检查站 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来突击检查 其实谢财平不怕检查 因为有文强罩着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好警察毕竟是多数 虽然很隐蔽 但是这一次让谢财平跑了 因为谢财平已经收到了情报 就在当晚谢财平突然手机响了 他掏出手机看了下号码 就知道是谁的 心有灵犀的 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接听电话 还没听完 谢财平的脸色就变了 他赶紧挂了电话 不坐停顿快速的下楼 然后开着黑色轿车一溜烟消失了 与此同时 便一民警开始抓人 一时间度假村 是喊声震天 乱成一锅粥 当晚经常抓赌徒就抓了三百人 缴获赌子四百万 警察查封汽车七十多辆 还有仿六四手枪和猎枪两支 以及大量子弹 控制住大厅后 王宋伦第一个冲到门口喊道 说他们是警察 执行公务 让包间里开门 可是屋里没有反应 王宋伦心想是不是从窗户跑了 于是一个飞脚把门踹开 但是里面用床顶着 门又反弹回来 只有一个二十公分的蹦跡 这个时候李刚 陈俊红 梅俊 也已经冲到了门前 这个时候王宋伦看到门缝里面 伸出来了一支枪口 大喊了一声有枪都闪开 一把把门口的李刚推开 但是自己的身体对准了枪口 枪响了 子弹从王宋伦的颈动脉穿过 紧接着又响了几枪 王宋伦直接倒地 李刚举起枪连开三枪 压制住对方火力后 赶紧把王宋伦拉到了一边 梅俊直接用冲锋枪硬把门打开了 陈俊红快速冲进房间 可是杀人犯已经逃跑了 经过追查 开枪杀警的人叫王于南 就是前面说的二王 一个是王平 另外一个就是王于南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于2002年8月16日 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以被告人王于南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故意杀人罪 赌博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 附带民事赔偿原告 人民币13830元 以积极执行财产刑 该犯不符 提出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于2002年12月31日 作出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刑期自2002年12月31日起 于2003年1月4日交付执行 2005年9月30日 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刑事裁定 建委有期徒刑 19年6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9年 2008年8月20日 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刑事裁定 减去有期徒刑2年 2012年8月28日 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刑事裁定 减去有期徒刑 一年11个月 缩减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刑期至2021年4月29日 也就是说 王于南出狱了 这次行动让大家大失所望 大家都不傻 谢财平的逃跑 一定是走漏了风声 大家心照不宣 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么大事情 难道重庆当地就没有一点报道吗 不是没有 是被文强压了下来 白云湖发生枪案后 文强立即就参与了进来 首先把警察查封了70多辆汽车 全部退还回去 而且把除了少数无关痛痒的人拘留外 其余的人全部释放了 这一系列动作 让大家看得是清清楚楚 种种迹象表面 谢财平的逃脱 和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白云湖枪案发生后 文强的能量一下子就显现了出来 这让谢财平吃了颗定心丸 可是谢财平不是省油的灯 他不仅没有收敛 而且变本加厉 认为只要有文强在 自己就会平安无事 谢财平甚至得意的给人说 他二哥什么都可以摆平 他就是天 他就是法 自己还有什么可怕的 也就是这次后 谢财平开始在重庆 布局他的赌场连锁店 在老百姓眼里 谢财平就是文老大的弟媳妇 警察没人敢去查 一时间谢姐的名声打造 牛气得很 紧接着 谢财平为了打造繁华的景象 处心积虑 让自己的丈夫文彬 利用三哥文强的影响 出面找当时 于中区公安分局局长 彭长健 来关照老婆的生意 彭长健心领神会 亲自给下属的几个部门打招呼 眼看着谢财平的生意越来越大 文强的老婆周小亚养了 于是周小亚加入投资赌场 坐等于翁得利 周小亚的加入 让谢财平更是高兴得不行 因为谢财平认为 只要嫂子加入 就说明文强也是默认的 更能说明文强一定会照着他 同时也传出一个信号 谢财平的场的谁也不许查 2002年5月4日凌晨 黎中明伙同明德伟 郑继全 王瑞红 带着刀和枪 赖到了于中区的彩虹酒廊消费 飞来久去 大呼小叫钟 和王岐几个人 发生了口角 言喻自然是不合的 而且都是道上人 很快就动起手来 黎中明几个人 直接在彩虹酒廊 把王岐给打死了 这里要说说黎中明这个人 黎中明为什么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是因为他认识陈明亮 这个陈明亮可是文强的重磅人 陈明亮是个古董商人 后面我们会说文强家的文物和财产 陈明亮是文强的最大最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是文强的大金主 所以陈明亮和他的手下可以肆无忌惮地打打打杀杀 这下大家明白了吧 等说文强自己的问题时 我们再好好说文强身边的这个重磅人物 2003年12月15日这一天出了个大事 永宏食品有限公司和重庆精浦食品公司老板 王天伦惹事了 王天伦主要做的是猪肉食品这块的生意 依靠涉黑的暴力威胁 强迫交易等手段 垄断了重庆41%的猪肉市场 与70%的生猪供应员市场 所以大多数重庆猪肉商收到的猪 都要交给王天伦的公司进行屠宰 然后再由王天伦的公司进行销售 可以说重庆的猪肉价王天伦说了算 但是一个叫潘贵生的人 并没有这么做 王天伦的小弟王洪伟 向王天伦的弟弟王东明 汇报了这个问题 王东明立即安排自己的小弟唐有宾 带几个人去教训潘贵生 有一天 当潘贵生经过一段路的时候 这些人直接用木棒打潘贵生的头 造成潘贵生颅骨粉碎性骨折 抢救无效死亡 2007年初 重庆市警方以侦查潘贵生命案为突破口 侦办王天伦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并将涉案多人抓获 王天伦为使其帝王东明和其团伙成员逃脱法律打击 先找到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 九支队副支队长李志 王天伦送上一捆现金给李志 说一点小意思 麻烦他跟兄弟们打打招呼 通报点情况 李志假装推脱了一下 把装在一个纸袋中的钱收了下来 回家一点 十万元 第二天 李志从中拿了三万元给民警周恒平 请他帮忙了解案情 最后 王天伦为了打探更多情况 又向多名民警送出数万元 2007年9月 王天伦找到重庆某酒店董事长李进松 拿出一张卡 说听说兄弟在重庆警戒神通广大 这里是五十万元 帮他联系文强 这个案子死了人 比较麻烦 恐怕只有请文强关照 才能对付过去 李进松和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王代强 他们关系比较铁 在送给王代强十万元后 李进松说明了来意 王代强说要不这样 他约闻局长吃个饭 到时王天伦也到场 让他见机行事 数日后 在一家舌餐馆 酒汗而热之后 李进松送给文强二十万元 文强回去后 就安排将该案移交给文强的左膀 又比王代强万里 王代强心知肚明 就不组织民警开展侦查工作 中断了该案侦查活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看文强弟媳谢财萍 经过上次的事情后 谢财萍知道了文强的厉害 更是明目张胆地开赌场呢 在文强支起的巨大保护伞的庇护下 谢财萍开赌场就更加肆无忌惮 进而逐步演变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虽然有文强的强力庇护 但到了2005年 谢财萍还是搬了一次船 2005年11月29日晚 谢财萍伙同他人在渔中区长滨路 观音洞开设赌场 被辖区公安分局 出动200余名民警 一举端调 缴获一大批赌博工具 103名涉案人员被抓获 现场缴获赌资35万元 至此 这个开办五年之久 非法敛财达三千余万元的赌场 寿中正寝 这次战役 是辖区公安分局新任领导 不畏文强的淫威 盯着压力进行的 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这个许多媒体语焉不详的新任领导 叫王婷彦 2009年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 抓捕行动原本安排在前一天晚上进行 当时警方还在部署抓捕行动 人马还未出发 前方侦察员报告 谢财平团伙 仓皇逃离了 王婷彦敏锐给意识到 家有内鬼 消息已经泄露 于是他不动声色的对参战的所有民警说 今天没有行动 只是召集大家 就近期的工作安排开一个会 公安分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数小时后 侦察员报告 发现观音洞方向谢财平团伙成员 开始陆续返回赌场 王婷彦陈吟办上 决令取消行动 并立即吩咐人 侦察是谁向谢财平通通报信的 当晚便查明 向谢财平泄露行动信息的 是文强的一个小兄弟 家居派出所的一名所长 几天后 该公安分局民警接到通知 晚上要配合是公安局 到辖区外执行任务 当民警们乘车快要驶出辖区地狱的时候 现场指挥突然命令 调转方向 目标观音洞 突袭谢财平团伙赌博场所 谢财平团伙成员猝不及防 被警方一举抓获 民警们迅速审查 将谢财平等犯罪嫌疑人 移送至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此时 气急败坏的文强 公然只是有关部门 以证据不足为由 不予批准 谢财平的落网 让文强恼羞成怒 文强对辛福恶狠狠地说 王亭燕算老几 老子一定要招呼黑道和白道的人 收拾他 谢财平被抓后 文强立即给辖区公安分局两位领导打电话 要求他们对谢财平 按一般治安案件处罚 同时委托有关人员 对谢财平关押期间给予关照 但王亭燕坚持原则 顶住了压力 坚决将谢财平送上了法庭 2006年4月 谢财平因涉嫌赌博罪 被于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 并被税务局开除公职 2006年下半年 刚出来的谢财平 就迫不及待地重召救部 准备东山再起 把几个月的损失找回 此时 文强已升至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谢财平更加有恃无恐 因为赌博而发生的案件也越来越多 2008年7月底 做土石方生意的唐某 惊人介绍来到谢财平等人 在大竹林壁湖山庄开设的赌场里豪赌 唐某先小赢了几把 一大堆的百元大钞 瞬间就摆在他的面前 唐某兴奋不已 不过接下来他就傻了眼 不仅输掉了先前赢的钱 而且还倒赔进去十二万元 越赌越眼红 越输越要赌 在疯狂的翻本心理下 他又在赌场里借了七十四万元的水钱 结果也输了个金光 2009年6月3日上午 向唐某放水九万元的谢财平团伙成员赵波 在路上发现了唐某 正开着一辆黑色现代越野车晃悠 赵波摇下车窗吆喝 好你的唐老鸭 借钱没还 还敢开着好车到处跑 给他停车 唐某一踩油门 眉头苍蝇式的东拐西窜 赵波紧跟着一路狂追 在河川区一家宾馆外 将唐某的越野车逼到角落 赵波停下车 从后背箱里操起一把刀 冲到现代越野车旁 叫唐某给他滚出来 唐某吓得关紧了车门 赵波敲打着车窗 威胁术道三再不滚出来 他就砸了 唐某连滚带爬下了车 赵波把寒光闪闪的刀 架在唐某的脖子上 吓得唐某连忙说马上还 他保证最近筹钱还上 唐某说 赵波掏出笔纸 扔到引擎盖上给他写个戒条 赵波说 唐某写 今借到赵波人民帝15万元整 一周内还清 唐某喊赵波大哥 没这么多 加上利息也没这么多 赵波把刀架到了唐某的左手上 叫他少废话 力滚力懂不懂 赵波一用力 唐某的左手鲜血横流 那张15万元的戒条 也被鲜血染红了 2008年6月 王立军调入重庆 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 2008年8月初的重庆遇发延任 正在紧张地部署工作的王立军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报告王局长 一个农民爬到了30多层的大楼上 非要见他 说见不到他就跳楼 王立军叫电话那头告诉农民 他马上到 王立军问清地点 火速赶到了现场 朝天门附近的一幢高楼下 拉起了警戒线 消防官兵已经张开气垫 但如果人从30多层的楼上跳下来 掉到气垫上的希望相当渺茫 小伙子已经在上面待了四个多小时 王立军二话没说直奔楼顶 王立军看到了在楼顶边缘疲惫不堪的小伙 小伙对着师徒接近他的警察吼叫别过来 再过来他就跳下去 他要见王立军局长 他要找王局长 看得出 小伙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个警员看到王立军到来 立即对着小伙高喊王局长来了 王立军走到前面 高声说他就是王立军 有什么情况向他反映 他一定秉公处理 他一边说一边向小伙走去 王立军还没走到他身边 小伙腿依然差点跌倒 王立军一个冲上去扶住他 把他背了下来 小伙子大哭 说王局长要给他们一家渗渊 王立军硬是把小伙背下了楼 后来王立军了解到 这个小伙子是重庆市长寿区渔民 义大德的三儿子 2008年7月29日 是义大德的三儿子30岁生日 热闹的生日宴会正在进行中 欢声笑语 公愁交错 其乐融融 突然 近百个持刀直棍的人冲了进来 他们是重庆大洪湖水产有限公司 纠急的打售 对义大德说今天 如果他不答应把于堂无条件交出来 一切后果自负 一个家伙挥舞着铁棒道 义大德愤然说 他是有承包合同的 2012年才到期 于堂他可以交回 但相关的补偿条件必须谈妥 义大德的几个儿子也怒气冲天 说不要欺人太甚 他们投入这么大 不能就这样无条件的就收回了 言喻不合 双方发生冲突 近百人一拥而上 义大德一个手指被砍掉后 头上又挨了三棒 义大德一家和亲属五人被砍成重伤 其中义大德31岁的二儿子易华勇 当天下午死亡 四儿子脑袋受伤留下后遗症 大儿子何义大德也躺在医院 奇怪的是 报警后 当地警方用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现场 且无意凶手被警方当场抓获 真办此案的 就是被誉为文强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王戴强 义大德出院后 多次到公安机关请求缉拿凶手 但警方的答复就一句正在调查 多日苦等无结果之后 义大德的三儿子只得跑到朝天门 爬上一个三十多层的楼房 王立军了解到 义华勇的尸检结果为倒地应勿撞击死亡 一家不服 王立军说请他们放心 自己亲自来做鉴定 身兼国际法医炉面鉴定协会副主席的王立军 亲自操刀做尸检 结果 义华勇的死 被王立军鉴定为打击炉脑损伤死亡 数日后 王立军到长寿区 召集相关部门人员 就一家的案子进行座谈时 他悄悄对义大德自己是个农民 他也是个农民 官商勾结他也告得赢 王立军从义大德案中 看到了重庆黑恶势力的猖獗 也看到了隐藏在警街的保护伞 给民众带来的严重伤害 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2008年8月14日晚 重庆市南岸区 迎龙镇负责生态大官员里 三壮别墅灯火通明 烟雾缭绕 赌徒们沉浸在疯狂的刺激中 门外三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和一名身着保安制服的人正在巡视 不时用对讲机通报情况 突然 身着保安服的男子 发现一个身微胯包的人朝大官员走来 立即用对讲机招来其余三人 冲了过去 自个壮汉冲到了便衣警察谢英宽跟前 还没等谢英宽把话说完 一个身高马大的壮汉 突然对其面部猛击两拳 谢英宽猝不及防摔倒在地 四人朝着他猛踢 穿保安服的家伙 再次狠狠地问他到底来干啥 不说就弄死他 谢英宽嘴角流着血 说他是谢姐的朋友 过来打牌 穿保安制服的男子通过对讲机 将情况通报到了别墅里 此时 别墅里热闹非凡 二三十名赌徒正守五足蹈的围着桌子下注 吆喝 赌场正中 一个略微八幅的妇人 大声吆喝着赌徒们 开始新一轮赌局 接到情况通报后 刚才吆喝开船的中年女人走出别墅 举手投足 俨然大姐打得抬头 她冷眼瞟了谢英宽一眼 醉一撇 面无表情的说不认识 扭头就进了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